作词 刘芬 编曲 杀芬 作词 刘芬 作词 刘芬 编曲 刘芬 像满青眼霜 乍以为当归入药堂 相思泪续的心头伤 年儿了说无在尘上 摇零时荒凉 摆下星月角千里过 欲君已变两苍茫 变了此举不归期 情等来生再续遇 斩去往不流行 等星燃尽不过体 一晚未相度火 唤醒唐轻君已变 大雨细细厘厘 模糊眼睛 却让你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曲 惊喜和喜 流手难回天注地 大雨细细厘厘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有情耳天 无能白云都散去 生命越叹唤醒 大雨细细厘厘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有情耳天 无能白云都散去 生命越叹唤醒 我发现了清妃串通北厉 意图谋害秦王 而且儿臣掌握了此事的证据 等到龙天墨一死 父皇重用儿臣之日 必是母妃 找清妃算账之事 你是怎么得知这消息的 二皇子这是要杀人灭口 说起来我还要感谢殿下呢 太子相死 天宁国以后就是我的天下 可是我不希望有把柄 落在别人手里 只有死人才能让我放心 看来本宫还得有一个秘密 来做交换 合适 说来听听 就在我衣服里 你拿出来看看吧 好啊 楚清哥 你果然是会给人惊喜 二皇子 如果你今天杀了我 那么北厉和西丘一定不会放过你 就算你将来登基称帝 也一定不会安宁 如今我用这么一个天大的秘密 来和你做交换 想必你也不会杀了 你倒是聪明 好 只希望你不要聪明反位聪明悟 来人 给我继续守在这里 擅自禁出者 格杀勿论 是 可是 清妃现在正得宠 自事体大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 我怕会被那个女人反咬一口 栽赃嫁物 天宁此事不能操之过急 不过 我们有了这个证据 倒是可以借秦王之手 铲除楚清歌 母妃所言其事 还好这次在天泉山 没有将秦王置于死地 所以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个真正的 一石二鸟 来 陛下 太子殿下服过药之后 再休息几日 就应该无碍了 皇兄 臣弟还有一事不明 你说 臣弟在抓毒蛊兽的途中 竟然遭人围追堵截 是谁 竟敢如此大胆 臣弟不敢妄自非议 只是就连皇兄派去保护 臣弟的那些侍卫 如果不是臣及时出手相救 也差点丧命 臣认为 这些人恐怕是想拖延时间 其根本目的 就是想要了太子的命 你的意思是 有人想要太子死 没错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给我查 不管是谁 朕绝对不会饶他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你们还有脸来见朕 陛下恕罪 我等是受二皇子的胁迫和迫害 才未能完成任务 还望陛下恕罪 那秦王 是怎么避过你们去了天坑 莫非二皇子的目标是你们不成 启离陛下 秦王 并未去天坑 一派胡言 今日一早 秦王便带着毒蛊兽的血 来了皇宫 如果没有去天坑 那血是从哪里来的 当晚 王和秦王和王妃 确实被二皇子 一直困在天泉客栈之内 直到昨儿早上 二皇子才撤兵 这怎么可能 好一朝满天过海 你们简直于不可及 全被他给骗了 都给我听着 不惜一切代价 朕都要杀了龙非夜 你 殿下 大事不好 太子 太子被秦王救活了 什么 怎么可能 千真万确 殿下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看看你做的好事 你简直太让朕失望了 你做事向来稳土 才思敏捷又善于变痛 朕对你寄予厚望 没想到你的心思 竟如此怠毒 你就这么希望 置你皇兄于死地吗 父皇 父皇 父皇冤枉啊 儿臣只是想帮父皇 招到毒蛊兽 替父皇刺杀前王叔 帮父皇分忧啊 你还想狡辩 你这次前往的目的 并不是杀龙非夜 而是阻止他去天坑 这么多年来 你和太子针锋相对 朕还没有昏溃到 不明是非的地步 你看到没有 这些奏折上 细数了你所有的大逆不道 贪污受贿 结党淫私 包庇下属 贪赃王法 草菅人命 你眼里 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 你现在就敢杀太子 是不是有一天 你胆大到会把刀 架在朕的脖子上 父皇 儿臣不敢 儿臣绝对没有一丝这种 违背人伦 大逆不道的想法 父皇 作罪 你是不敢有 但是你敢做 你这个逆子 这么多年来 朕纵容你跟太子针锋相对 是为了锻炼你们的心性 没想到你竟敢 父皇 来人哪 把他给朕拖下去 是 带他去他宫中 没有真的命令 不准太事 不准来往 父皇 父皇 听我说 父皇 父皇 儿臣知错了 父皇 父皇 陛下 保重龙体 相信二皇子 他一定会想明白的 想通又如何 心性如此歹毒 竟敢谋害自己的皇兄 陛下息怒 父皇 罢了 娘娘 二皇子中途派人围杀秦王 想劫奏小毒蛊兽 害死太子 听谁说的 朝堂之上都已知晓 陛下已经将二皇子 监禁起来了 嬷嬷 我有一事告知 娘娘 这消息可靠吗 可靠 尚无女不在时 是太子殿下告诉本宫的 太子之前吩咐过她 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就来找本宫 她是早期 国舅安排在萧贵妃身边的眼线 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她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 来找本宫的 真没想到 萧贵妃手上还有这么一桩 陈年旧世 想当年她也只不过是嫔妃而已 没想到竟然如此狠毒 陛下对先皇后宠爱有加 如果知道此事 恐怕萧贵妃难逃一死 此事已经年代久远 本宫不想再去插手 何况 天徽帝只是将萧贵妃打入冷宫 并没有将她的妃卫废除 想来 也是顾虑二皇子 既然太子已经被救 那本宫 何不看她与二皇子相斗 两子相争 不仅朝局震动 天徽帝怕是要陷入两难 还是娘娘机智 嬷嬷 你快去准备一些补品 本宫还要跟长冰公主 去昭阳宫一同看望太子 是 奴婢这就去准备 小庄 小庄 皇上 快点 买儿 本宫 冯儿 你忙了一天 想必还没吃饭吧 我做了几样小菜 你先来尝尝 我也不知道 你喜欢吃什么菜 所以做的 都是你宁当年喜欢的菜 你要是有这闲工夫 还是赶紧研制 毒物人的解药吧 汐儿 你吃一点吧 不要叫我汐儿 你要是治不好殿下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奇怪 这几位毒药药性相似 却没有起到累加的作用 反而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确实古怪 我在研制毒蛊的时候 加入了少量的断肠草 和西域乌头 断肠草的毒性凶猛 而西域乌头 却有麻痹疼痛的功效 本以为两者夹在一起 可以让毒蛊在体内能够 稳定发挥功效 谁知两者相融 都不能产生好的效果 这两种毒药的毒性 相较之前 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解药不能作用于毒药 它们相冲吗 并不是解药 与毒药相冲 而是解药 与解药之间相冲了 这是我几十年研究的 过程中发现的 来 你来看一下 这是含有剧毒的 擎花毒之液 而这两种 十里父子 和天山雪游 都是它的解药 毒在化解 解药不仅没有解毒 反而让毒性里加了 确实是如此 除此之外 毒剑木和马千子 融合在一起后 它们的解药 山阴断魂草 巫山黑 就再也不起作用了 反而会演化成 更为剧毒的 七部致命伞 这里面的 奥妙千变万化 并不是把毒蛊配方的 每一味解药 调和在一起 就能成为万能的解药 我用了几十年 都没能摸透其中的规律 我不会放弃的 一次不成就百次 百次不成就千次 我理解你的心情 总觉得万毒皆能解 为这解药 我研究了几十年 可终究是一场空 孩子 你真要配置这解药 还是先吃饭吧 毒蛊虽然有独特之处 但它始终是一种毒 这个世间所有毒 都是会有化毒之物的 我一定要试一试 一想到非夜从小 就变成毒蛊人 被毒蛊折磨了这么多年 我如何吃得下饭 我要多耽搁一个时辰 它就多痛苦一个时辰 你这样下去 解药还没研究出来 你身体先垮掉了 就算她是你的夫君 我也有愧于她 但你娘为了保护她 亦失去了性命 是我欠她 为何 要我的妻女来寄我还债 希儿 你这么做 真的值得吗 我没有想过值不值得 我只知道我心爱的人中毒了 而我是个毒医 我一定要救她 京城所至今时为开 解药的相互作用 虽然千变万化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我定能找到其中奥妙 请妃娘娘 请恕本宫不能行礼 太子不必多礼 太子大病初孕 应该好好休息才是 最近陛下繁忙 恐怕难以分心 所以本宫就来这里 看看太子有什么需要 这里面 是本宫来天宁和亲时 从西丘特地带过来的补药 本宫也已经问过太医 对太子的身体有益 太子大可以放心食用 那就谢谢清妃娘娘了 太子不必客气 太子哥哥 你要赶紧好起来 你还要带我出去玩呢 傻丫头 等我身体调理好了 很快就能带你出去玩 一言为定 长斌公主 可担心他的太子哥哥了 没少哭鼻子吧 我哪有 都怪那个二皇兄 心肠可真坏 幸好呀 父皇把他监禁起来了 这样就再没有人敢 伤害太子哥哥了 真希望父皇关他一辈子 你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 你不可以再如此可无遮来 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 太子哥哥 长斌公主和太子 果然是兄妹情深 倒是 让本宫想起了本宫的弟弟 幼年 本宫和弟弟 也是如此相依为命 互相扶持 殿下 你们先下去吧 是 当年是萧贵妃 毒死的先皇后 并且 二皇子中途派人围杀秦王 亦劫走小毒兽 especialmente李太宗 你现在的事 是 有没有的事 男人 我真是 你干什么啊 是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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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女人 对 我 准备向青城进发 希望我有生之年 能够报家仇过狠 殿下 哥 我听说太子已经康复了 天徽帝释放了韩从安一家 只是将他罢了官 现在他们举家老小 朕准备迁回老家呢 西风 你派人去通知王府 通知韩芸汐 让她放心吧 是 哥 你 不一起去吗 不去 汐儿 事到如今 二娘真的不知道 该跟你说些什么了 不过 不管怎样 这次 谢谢你 二娘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别这么见外 姐姐 以前都是我的错 若雪 以前姐姐也有错 但是一家人没有隔夜仇 你以后要好好孝顺父亲和姨娘 我一定会的 好了 先扶你娘上车吧 那我们先走了 那我们先走了 芸汐啊 这都送到城门了 不用再送了 回去吧 爹 老家那边可安排妥当 好 秦王殿下把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 这个你就放心吧 那就好 这秦王殿下 对你可还好啊 姐姐和姐夫 何时给我生个小外甥啊 你看你 小孩子别乱说话 你 回了老家可别落了功课 再见你的时候 我可要考你医术的 知道了 芸汐啊 芸汐 你一个人在京城 要照顾好自己 知道吗 姨娘放心 我可是韩芸汐 什么都打不倒我 好了 带你娘上车吧 娘 我先扶你上去吧 芸汐啊 爹知道你要强 但是你还是要记住 留在京城 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委屈 你都可以回老家来 记住了 我们永远都是你的秦人 爹你放心 秦王府的人 都对我挺好的 好 对你好我就放心了 嗯 不听 不听 是吗 不听 那是 我 这位美女 扣扣长脸 跟我吃顿饭啊 走吧 咱们还是吃面吧 好香啊 就是这个味儿 一定要记住 姑娘 你的面来了 谢谢 真这么好吃 那当然 这么好吃的美食 还有你这个大美人 陪伴着我 我现在真是觉得很幸福啊 想陪你的人 数都数不过来吧 那倒是 但是这个地方 是咱们俩的秘密基地 我怎么能带别人过来呢 对了 你为什么在这儿 带你回药鬼谷呗 有你这么个好朋友真好 不然我可真的 无家可归 无处可去了 谢谢你收留我 我倒希望 能收留你一辈子 我要是在药鬼谷一辈子 那些草药 早就被我败光了 那没问题啊 用完了 我再重新种啊 这么大方 对啊 算了算了 等我做好药 我就回秦王府 不够打扰你 好 你不吃啊 我回去炼药啊 那你等我一下 我要吃两口 你困点困点 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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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啊 不能多啊 嗯 禀殿下 清茶一切都属实 且二皇子被监禁以后 正日消沉 丧尸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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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就是装装样子吧 他们母子俩 对我母亲做的事 本宫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老ânt 清茶 journey 太 osob了 哈哈哈 母亲 父母亲 父皇 儿臣辛辛苦苦 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 还是比不上龙天墨 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只是 只是因为他是嫡子 本王 就比不上他吗 龙天墨 你根本不配当太子 以能力 你哪一点比得过本王 天高守地 胆小怕事 可 可是父皇 你却还对得 心心念念 来人啊 拿酒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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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是我 你来干什么 来看本王笑话吗 看你笑话 本宫没有时间 也不屑看你的笑话 那你来找本王 所谓何事 本宫从来不愿意看人笑话 本宫只喜欢看一个活人 垂死挣扎的样子 想必一定很大快人心吧 你说什么 你要杀死本王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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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度 你竟然 你敢陷害本宫 本宫为何不敢 你刚才不是说 本宫胆小怕事吗 本宫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大错特错 来人 快 人 来人 龙天青 本宫永远不会像你母妃那样 做上不了台面的事 只会那种下毒的下三烂手段 你 本宫不会忘记你母妃对我母后做的事情 莫尺难忘 你胡说什么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不过这点酒 还不至于让你这么快就死 本宫说过 本宫最喜欢看的就是 人 垂死挣扎的样子 你暗中勾结秦王 调查边关障部一事 将舅舅害死牢中 还有你的母妃 毒害了本宫的母妃 而现在 你为了陷害本宫 被囚禁于此 你说本宫想干啥 本宫现在想做的就是 杀人偿命 隆天青 隆天青 你应该感谢本宫对你这么仁慈 就让你受了这么一点痛苦 娘娘 二皇子昨晚自尽了 你说什么 你说呀 说呀 说呀 我也没传来消息说 二皇子昨晚伤掉自尽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天青 前些时日 才来看过本宫 还吩咐本宫 安心等待 他不会伤掉自尽 你骗我 你在骗我 奴婢不敢 二皇子 因谋害太子未遂 再加上结党银丝的事情被发现 已经被陛下割去一切职务 打入皇子府监禁了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 是二皇子不让奴婢告诉娘娘的 你走 你走啊 你走啊 是 是 奴婢脱退 天青不可能自尽 天青不可能自尽 初情歌 一定 一定是初情歌害的 母后 是不是朕做错了 这不是你的错 天青谋害包凶 一错再错 你没有杀他 只是把他监禁起来 亦算是宽容了 但以哀家看 这不像天青的性子 朕已经派人查过 他被监禁之后 日日酗酒度日 昨晚又喝他烂醉 五座已经检查过他的尸体 身上没有任何被伤的痕迹 体内也没有毒素 只有脖子上 有一条雷痕 这也怪他心心不稳 承受不了如此的打击 之前 你偏爱天青 每次忽略太子 哀家 哀家 也不好说什么 也怪哀家 没有早一点提醒你 在他们之间平衡一下 也不至于 让他生出非分之心 酿成今世残驱 末后也不必自作 这也怪朕 是朕的一己之死 造成这样的结果 如果朕 能公平地对待太子 不那么匿爱天青的话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哀家知道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也许是清儿的命吧 他这辈子生在皇家 享尽了荣华富贵 甚少有波折 他这一生 也算是圆满了 皇儿啊 来 你不要太伤心 还有国事需要你操劳 千万要保重 母后放心 儿臣明白 来 哀家听宫中人说 小贵妃听说了此事 整个人疯疯癫癫的 吵着闹着要见你 说是有人蓄意谋杀 哀家想 他现在这种情绪 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就把他接过来 让顾太医去看看 等你有空的时候 等他平息下来 再去见见他 他有今天 儿臣也有一半的责任 如今天青已经死了 他也算是个可怜的女人 等过些时日 朕就去看看他 不管怎么样 朕和他也算是夫妻一场 就算有再大的恩怨 因为天青的死 也能淡了吧 哀家只希望 哀家只希望 这宫里以后平平安安的 不要再生波澜了 娘娘 该喝药了 滚 滚 你们都想快奔公 是你们害了奔公的儿子 顾太医 天青是被楚清歌害死的 楚清歌要谋害秦王 北历和西州已经结盟了 你们被人骗了 被一个女人骗了 你们都被一个女人给骗了 被人骗了 被人骗了 冲暑 来 人骗了 人骗了 我 都被人骗了 女人即使 这传承千年的毒经 应该会有几古毒的配方 哪怕没有完整的配方 至少也该有一些零星的记赛啊 这手镯用着可还好啊 可是毒经里面 也没有关于毒蛊的记载 手镯是我一族的圣物 当年我送给你娘亲 里面所记录的典籍 都是我毒宗一派的经典 而毒经更是传承了千年 但终究是会害死人的毒术 依我看来 此物不可救流 还是趁早将它毁了吧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你要只有那么一颗善心 就不会研制无解的毒蛊 毒术虽然可以害人 但是也可以救人 以毒攻毒的做法 自古以来就有 我行医的时候 也会用到毒术救人 害怕毒术 只是怕有人用它作恶多端 毒术本身是没有错的 错在用毒术的人 心里有了心魔 是啊 如果当初我听了你娘的 用毒术来救人 何至于此 我现在能做的 只要多救人 为你多寄福报 你之前说 你在研制新的解药 进展如何 刚刚开始 希望能成功 孙牧初拜见殿下 便利 孙大人此次进京述职 可是天徽帝对您起了疑心 殿下放心 下官谨言慎行 陛下并未有丝毫怀疑 微臣乃殿下之恩 我们折服许久 时机已成熟 可按计划行事 臣日盼夜盼 等的就是这一天 南疆旧部 是我副国主力 你带领兵马 兵分三路 分别进京 明白了吗 臣遵命 南疆与北利接壤 与西丘临近 这么多年来 正是因为有了孙大人的镇守 边疆的百姓 才得以安宁 我怕他们听到了什么消息之后 便会趁机来返 殿下放心 南疆关口血药 臣有重兵把守 即使精锐的部队进京城 这两锅来返 也吃不到什么好果子 西丘和北利虽然交好 但是为防天徽帝的耳目 实际上并没有接盟 更没有签订条约 他们同床异梦 各怀鬼胎 成不了大气候 殿下所言即是 一切就有劳孙大人了 殿下严重了 能够协助殿下光复大业 重回正统 也算是对得起 先虎的恩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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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是 是我将龙飞也 变成独孤人 如此神仇大恨 他定不会原谅我 而芸汐又是我的女儿 这段孽缘 终究是不会有结果的 这些事 又何必让她知道 情感和仇恨是两回事 你能弄得了我娘吗 西州与北厉已结成同盟 楚清歌入宫的目的是 谋害秦王 若这个世界调写 我会守在你身边 用沉默坚决 抵抗万语千言 倘若这世间 一切都在无情的枫变 我会有手中的血 为你奉原 陪你看春月间 陪你看沉海变迁 陪你一次有一眼 不下回忆的诗篇 陪你将情节改写 陪你将八荒走遍 只因你独得痛我 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偷鞋 这誓言 已是你中最美的相见 也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再一遍 激起从前的雨停一天 不愿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里面 若故事成严 我想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 幻明天 就算我不在里面 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勇士不变 这誓言 已是你中最美的相见 别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再一遍 激起从前的雨停一天 不愿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里面 我陪在你心前 做你心头鞋